您瞧了吗,这是晚清的一个茶馆 自打乾隆55年,徽班进京以后啊 像这种茶馆啊,在北京如雨后春笋一般 一家家的兴建,台上是锣鼓家伙,文武带打 台下的看官啊,抽着烟,喝着茶,听着戏 戏台右下角的水牌子上,写着今天的戏码 另一侧呢,写着明天的戏码 在这台下看戏的,各式各样的身份都有 您瞧了吗,这有戴着官帽的官人 养尊处优,肥肥胖胖的八旗秧子 这提龙架鸟的少爷们啊,互相捉衣打签 透着就那么客气,除了这铁杆装 听戏的,还有戴着白毡帽的官外老客 营里当差的扑户们,辫子都高高的盘在头上 这些也就罢了 不知道是哪座古叉的两位大师 也坐在角落上悠闲的喝着茶 听着戏,品味着这红尘百态 就连着飘洋过海,远道而来的波斯商人 也不愿意错过这个热门 也不知道他呀,是听得懂还是听不懂 指手画脚的一边比划 一边和旁边雅行的人聊着天 您瞧了吗,只有南客不见女客 这就是清朝的时候啊,进茶馆听戏的规矩 这幅画的名字叫同庆班茶馆演出图 就收藏在首都博物馆 马林良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特展呢 正在首都博物馆举行 除了这幅画以外 这次展览呢,好玩好看好听的 多了去啊,不光有好看的照片手紮 还有马先生当年登台的场面和行头 声光电一体,简直的高科技 这里啊,还有马先生的电影资料 循环不断的甘露寺 空城记,李凤姐,草船借鉴 您是想听的多子就听的多子 没人管不限制啊 这么好的展览,您不过来看看吗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流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的支持 是我能持续更新下去的唯一动力 谢谢您的关注 再见